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节家宝 由此无时众生世界 生长复故 于气世间不能超越 这就是从最根本的地方给我们指示出来 应当详细观察哪些内容 我们想修行 你以什么样的状态拿什么家伙去修行 有什么工具 说阿兰啊 你看世间解节的人 拿一个绳子来打一个节 把这个节打开 这解节的人呢 不见所节 云和之节 如果这个节 节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那你根本就没办法解开 因为解节 就解开这个节啊 死节啊 那就是针对有这个 打这个死节才说的 如果没有这个死节呢 那我们就不说 你说再解开这个节是没有 没有意义的 就像我们说 断烦恼 如果没有烦恼 你还说什么断烦恼 如果没有生死 你还说什么断生死啊 正因为我们深切的体会到 有烦恼 有生命 所以说要了生死 要断烦恼 那么生死和烦恼的根本 你如果不在呢 就像没有看到这个节 你说想解开这个节 这是不可能 无有是处 今天不停的让你们安住在正法里面啊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 只树鸟都能说法 你体会一下 就是这个道理 树跟鸟啊 鸟不会说 你做好准备哦 我要给你叫了啊 没有的 它随时想叫就叫 你是没办法准备的 就像这手机它响起来 不会让你做好准备 你准备好了 我要想好 那你就没有问题了 是吧 所以树鸟能说法的 不是那个鸟厉害 而是极乐世界的人厉害 它都是诸上上人聚会一处 心里都很安静 遇到了它能听到 能听所听 晚安 无所得 这个时候呢 那么一切声音都是来 让我们更清楚 下面有个比喻啊 就说虚空它没有这个结 在空中没办法打一个结 所以不曾听闻 有虚空被你断裂了 这个灰啊 是堕落 也是堕落 就是散落的意思 这虚空啊 不会洒落 我们端一盘那个豌豆 如果这个盘坏掉了 那会洒落一地 但虚空呢 它不会洒落 你怎么弄它 它也不会杀落 因为它没有像 虚空也不会破坏 那你说我 哪一张纸过来就把虚空割裂了 其实是割裂不了的 哪一张纸过来放在这里 好像看起来把它隔开了 事实上呢 它永远没有隔开 所以何以故啊 空无形象 无解结果 它没有这个死结 可以解开 就是这个比喻 下面是正式 展现我们所要观察的法的所在 说哲如现前 注意啊 言而鼻舌即与身心 六尾折美 自洁家宝 这是最倒霉的事 人家说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啊 是戳败家子 是不是 家门不信 你看那古人 古代的那些人 经常家里戳了个败家子 当小偷了 不听话 不规矩了 这个老父亲呢 就把他揪过来 跪在祖宗的牌位前面 领头的开始跪前面 干坏事的跪后面 他也不达迷 跪在那里向祖宗求上回 为什么 家门不信呢 给祖宗丢脸了 你看我们自己 自己的言而鼻舌身意 这个心就是意啊 这个身心的心 不是指我们 第六意识的妄想 是指意 就是六根啊 作为贼的媒介 媒是什么 牵线的叫媒 我们的六根呢 正好是跟烦恼牵线 跟烦恼牵线了以后干嘛 自己家宝 把自己家中的这个宝物啊 打击了 这个情况很严重 如果这位细下来看一看 假如我们把功德跟烦恼 做一个比较 功德 是我们自己自家的保障 烦恼 是我们没有功德的表现 那么谁让我们的功德 变成烦恼了呢 就是这六个 眼睛对外界射成的时候 眼对色对身 产生了这六十 就给我们添了很多的麻烦 所以呢 无始劫以来呀 众生和世界 众生就是六根 自己 世界 就是外界的 依报的世界 无情的 无情的万物 生起这种 互相纠缠 根被尘 捆住了 那么如果 从根尘相对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这中间这个是六十 十啊 看这里 这里看啊 应该 这也有别的生意 生心啊 应该是六十更合适 好像 因为六根也叫六贼 六根是六贼 那如果做贼的这个煤呢 就跟贼 牵连的 那就是十 就是我们跟自己啊 是不能 挂钩这个射程的 呃 挂钩六成的 你的眼 眼睛 你说直接跟射程能对上吗 他不能 不能给他勾结的 你跟他勾结的时候 说明有眼识 有分别才跟他勾结 所以六结啊 应该是 呃 依这个六十 作为他的 本来面目 如果我们现在把 这个内在的众生啊 就说五十节以来 这个众生是内在的六根 世界呢 是外界的 外在的六成 那么根成纠长 他所连接的 就是六十 六十 生起来 以 第六十 为最活跃 就是眼识 眼睛 对外物啊 他只起分别作用 不起 是非选择 比如说眼睛 你一看 你脑袋里面 还没有想的时候 眼睛一看 就看清楚了 是什么状态的 这个状态 看清楚了 还没有给他 下一个定义 就没有给他 按一个名称 这个时候 是你的眼识 你们眼睛 能不能看一下 看外物 但是没有名称 你不要说 那是照相机 那是什么 那个名称 还没有的时候 这是眼识 名称一有 就是意识穿进去 所以叫五居意识 五居意识 是什么 就眼识生起来 它跟意识 是一起生起来 活动的 眼识有没有 有 它有单独的 活动范围 但是我们现在 一般的仿佛 能感受到的 说 哎呀 这个好看 那不好看 你只要给他判断 给他按一个名称 按一个概念 一按上去 就是第一个意思 妄想在这里 就怪了 这是六屎的活动 以第六意识 意识为最强烈 这样子啊 六根和六屎纠缠了 所以气势间 就不能超越 气势间 友情势间 和五因势间 这是大制度论里面 有讲过 三势间 就是势间 势是指 无尽的时间 势是指空间 那么 时空 这两种状态 有外界物质的时空 也有我们心灵的时空 还有色受想行时 虚幻的时空 这三种 就称为 三势间 那我们大家 那我们大家 正因为 根 被尘 所长 然后就 流转 生时 不得自在 不能超越 七世间 如果不能超越 七世间 也就不能超越 友情世间 不能超越 五因世间 这三世间呢 是年轻来讲的 好 我们先休息 十分钟 继续学习 大家看经文 一百七十八页 第五行 中间 阿南 云河名为 众生世界 世为千流 界为方位 如今当知 东西南北 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上下为界 过去 过去 未来 现在 为世 方位有时 流速 有三 一切众生 直望相成 身中冒迁 世界相色 而此界性 色虽十方 定位可明 世间 止目 东西南北 上下 上下无畏 中无定方 世数 必明 与世相色 三四四三 王转十二 流变 三叠 一十百千 这是 这是 特别 指示我们 六根 和六成 他所勾结的情况 就要解开 这个解 这个解 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 众生 和世界 虚妄 到底有 哪些 内容 首先 从 世界 来 契入 说 说 云 和名为 众生 世界 什么叫世界 是 是 时间 千流 变化 所以 时间 本身 并不是 一个实体 时间 是没有的 只是 空间 在变化 的时候 我们就会 感觉到 有时间 所以 时间的 特性 是 千流 变化 也就是我们 所谓的 无产 如果我们 一切物质 都没有 变化 这个时间 你就找不到了 真空 你把这个空间 包装在里面 什么都动不了了 那时间 也是没有 所以呢 时间 是以 千流 变化 为它的特性 界 是 方位 就是 空间 有空间 有方向 有位置 那么 现在 要知道 东南 西北 东北 西北 东南 西南 上下 这个就界 这叫做 十方 过去 未来 现在 这就是 时间 称为 三世 所以我们 读佛经 的时候 经常 看 十方 三世 一切 佛 十方 三世 就是世界 把空间 分割成 十个方面 把时间 分割成 三个方面 所以说 方位 有时 流速 有三 就是千流 变化的 这个数字 只有三个 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么一切 一切众生 是指望 相成 一切众生 就是我们 轮回在 生死当中 他都是把 时间 作为 经线 把空间 作为 违线 纵横 交叉 互相 交织 虚妄 相成 所以就感觉到 时间 好像是真实的 空间 好像也是真实的 其实同样的道理 假如 时间 没有的话 空间 好像 单独 也构不成空间 比如 时间 没有 时间 没有 是什么 概念 就你 现在 一下子 就停在 那里 像 路定的人 一样 路定的人 他坐在那里 一打坐 十天 半个月 一下过去 自己不知道 在这个时候 他感觉不到 有空间的存在 所以时间 没有 也会感觉到 空间是没有的 空间没有呢 也同样感觉到 时间是没有的 因为空间 如果没有变化的话 时间也就不存在 所以 时间和空间 就构成了 经纬 纵横的 这两种状况 只有他们 互相交织的时候 才能展现我们 现在的生命状态 现在这个世界的情况 在我们 自身当中 迁流 变化 互相交错 所以这个 冒迁呢 冒是指贸易 贸易呢 是指交换 交换就是 互相交叉 直不一样的 你直过来 我直过去 时间过来 空间过去 这叫冒迁 空间 互相的交织 时间 是迁流的变化 所以叫冒迁 在身体之中 迁流变化 世界相色 时间和空间 互相的交涉 这是 总相 就是我们 生命轮回的 这个世界的总相 而此界性啊 这个 虚空的 这个空间 这个界限 它的特性 或者它的性质 射随 十方 我们假设 或者我们把它设立 可以说东南西北 这样一个圆融的上下 十个方面 定位可宁 位次 我们也知道 但是呢 世间指墨 东西南北 我们世间人 一般来说 都是指四方 四海之内 或者说 早遍四方 四方其实就是十方 简称为四方 或者四方的位置啊 更明确 我们讲 坐东朝西 坐南朝北 那一下很明确 坐东南朝西北 那这就是偏位 就不是正位 所以正位 是指 东南西北 这四个方向 上下呢 是没有位的 为什么上下没有位 就是在 特别是 我们叫世界 这个地球啊 大地啊 好像感觉都在 在我们的脚下 我们的空间 最直接感觉是 你我的空间 人我的空间 所以上下的空间 感觉不明显 所以说它没有位 中无定方 那中间呢 也没有固定的 你在这里 这就是中间 在那里 那就是空间 四周改变了 中间也改变了 比如说 明明定在这里 是中间的 我东边把它扩大了 所以中间又改了 所以呢 中间是没有固定的方位 那么 如果我们 从四方来说 也可以概括 你我的 这个空间 所以 金刚经里面讲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我 人 人是指他人 我是指自我 自我和他人 乃至一切众生 这三个是代表空间像 我 他 他是不存在上下 只存在 东南西北 所以用 用这个四方 就四数毕名 用四方的 这个东南西北 这个四 可以概括一切空间 那么 与四相设 与四呢 就跟这个 时间的三四 相互交涉 三四四三 就三四 世界的四 三四 过去现在未来 四方 三的时间 跟四的空间 然后四的空间呢 又跟三的时间 互相交涉 完转十二 反正三四呢 是指十二 有十二个状况 就是过去 过去是 有 东南西北 过去是 有东南西北 现在是 也有东南西北 未来是 也有东南西北 所以称为 十二个空间 空间有十二个 那么如果讲时间呢 也同样 东方 有过去 现在未来 南方 有过去 现在未来 西北 也是这样 那么从时间上说 每一个方 都有三四 也构成 十二个时间 前面从 时间来说 就是以十为标准 那过去是 还有 有这个 四个空间 所以 在空间上呢 就构成了十二 在时间上 同样可以构成十二 这叫 完转十二 不是指一个十二 这你要理解这个空间 你必须要知道 这空间有过去 现在有未来 空间嘛 有四 所以你就构成十二 如果我们要了解时间 那么过去 就像我们 中国 你看 有这个东南西北 哦 不是 你要了解这个时间的话 那么你东方 我们 有这个时间 西方呢 也有这个时间 中国 有时间 美国 有时间 就构成了 各地不同的 各种空间之下 不同的时间 状况 这就是 完转十二 但这空间 也可大可小 流变三叠 流变 就是时间和空间 都在 迁流变化 在迁流变化的过程中 就变成复杂的 一种时空 时空网络 时间和空间啊 它会构成一个网络 小的 我们在一个屋子里面 大的是一个房子里面 或者一个家里面 甚至更大的是一个国家 一个地球 所以这个空间的网络啊 它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你拿这么一个 小小的空间 里面你 你如果静下来观察 那些小小的空间里面 也有东南西北 有四方 既然有四方 就有三四 那这小小的里面 就有十二个 如果你再扩大呢 大的里面 也有十二个 它也是重重无尽的 一种时空网络 所以如果你细细研究 就这个 心波和声波 乃至一切 波动啊 它都是互相震撼的作用 共振 我的心很难受了 我在我特定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频道里面 震动 它会震动到将来 和在时间上 它前后会震动 空间上的 左右 前后 就东南西北 也会震动 所以你心里难受了 昨天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你今天还难受呢 因为你那个震动的厉害 它延续的时间 就更长了 就三四的震动 那空间的震动 也是一样 就是你现在 如果小小的烦恼 你现在升起来 找出门就忘记掉了 如果你这个烦恼大的话呢 那你找出门去 还继续烦恼 不但你烦恼了 你身边人也会被你影响 也烦恼 你看 它这个震撼啊 力量 是越来越强的 那么这种 你进入它的这个状态里面 这个震动啊 就声波和声波的震动 它是共振的 什么叫共振呢 就为什么我们在讲法的时候 讲课的时候 大家要把心态调好了 如果你们不调好这个心态 你跟我就不共振 我振我的佛法 你振你的烦恼 那你感受的还是烦恼 如果你的力量更强 那大家全会烦恼 那手机一叫 如果你再骂人 就骂两句 大家全烦恼起来了 因为你的振的力量强大 那如果我的力量强大 所以一发现有人动烦恼了 我们赶紧提醒 按住在正面里面 好 这一句话你看 就产生共振了 大家又共振了 这环境就去调好了 所以时间和空间的了解啊 你细细观察 它就是这样 在任何一个空间里面 它都有一个过去 现在未来的阶段 时间的延续 在任何一个时间阶段呢 也都有一个空间的延续 所以叫婉转十二 三十四章 那流变三叠呢 是经过三个层次的 或者三个方面的 突破 第一个呢 是简单的把时间和空间 弄成十二个 三四四三嘛 这就构成十二 三叠流变以后呢 就是一十百千 一十百千 就第一个是一十二 第二个呢 是一百二十 第三个是一千二百 就都乘以十 都乘以十 这是分开时间和空间 如果在时间上 就以十作为坐标 我刚才说 十坐标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作为坐标 过去 有东南西北 现在有东南西北 未来有东南西北 就以十作为坐标 先把十摆在前面 就三四的这个三 那第一重是构成十二 那我们接下来第二重呢 就把这个十 时间呢 在座位坐标的时候 你又发现 时间 就有十个范畴 时间就有十个 为什么呢 第一 就是有一个本数 本数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 现在未来 过去这三个 我拿过去 这一点 作为一个本数 或者我们就直接 把三四作为一个本数 然后呢 过去 又有过去 现在未来 是不是 现在呢 现在我们有没有 当我讲现在的时候 它已经成为过去了 只要这个话一讲出来 它就成为过去 那我正在讲呢 就是前面半句 讲完后面还没讲的时候 它还没来 你看它就很快 就过去了 所以现在 我讲现在 它已经已包含了 过去 现在未来 将未来的 也同样 有过去 现在未来 那这样一来呢 上次过去 过去 有过去过去 过去过去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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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未来 那么现在 有现在过去 现在 现在 现在未来 未来呢 有未来 现在 未来过去 未来未来 这就成为九个 九个加上本数的时间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这个根本的就十个 所以从时间上 它当下就有十个这个数 十个这个数再乘以前面的十二 就三四四三的这个十二 就在第一个时间里面 你看就有东南西北 第二个也有东南西北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东南西北 那么过去过去 过去的过去也有东南西北 这样一来啊 以十数作为时间代表的话 我们就发现 它就有一个一百二十个 这空间状态存在了 乘以十 所以这叫第二叠就三叠啊 就流变三叠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时间 从三四演变为十个 再乘以这十二 就是一百个 就一百二十 千呢 就在一百二十里面 再乘以十 因为过去现在里面 还包括了过去过去过去 现在未来 这个我们现在 见下心来 你心很细的时候会发现这一点 那如果你按华言世界去看啊 它确确不只是三叠了 你可以从从无尽的叠下去 因为我们思维有限了 所以不能再那么仔细的观察 因为我们对过去已经过去的事情 忘记得太快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三十岁 前面三十年怎么过来 我们不知道 你再试试看 那个二十岁的时候 它就包括了很多的过去现在未来 对吧 一年起码有三百多天 它的过去未来有多少 那你再往前 我们无量节的生死 每一个生死的过去 现在未来 你都非常清楚 在这个份上 如果你藏心定下来了 就观察到那个份上的时候 在哪一个 纵横的那个角落 你曾经产生过什么共振 你就会找到了 所以初地菩萨修百法明门 二地菩萨要修千法明门 三地菩萨要修万法明门 那个法是怎么来的 就是由于时间空间的积累太多了 我们的生命的积累太多了 我们都忘记掉了 所以有时候觉得 哎呀我几十年活下来 好像没什么进展 没什么业绩 其实不是 一天到晚我们的业绩太多了 我们几乎没有停止我们的业绩 就你的妄想啊 几乎没有停止 在梦中我们都会打拳 都会跑步 是不是 你都没有停止 那么这些念头的生起来 它一定是有一个共振的作用 所以你只要找到了这个共振啊 这个网就是个英国网络 就是现在我们为什么 我在这里会讲佛法 因为起码从这一生来说 我学了这么多年 从搓架以后 天天在那里跟佛法打交道 那从这个因积累了这些缘 产生了今天的这个结果 我今天继续讲呢 我继续共振 在佛法里面 就是用佛法的这个心态去共振 你念佛 念一句 你念一句佛号的作用共振 所以你力量弱的时候 你共振的波度就很小 就像小灵风的信号就不好 那移动的信号它就好 那它条件好啊 力量大啊 它具足了这样一种因缘法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这种网络 就编织起来的这种网络 看清楚了 你就会看明白 为什么人家算命会算得很准 为什么看风水 它有道理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空间的共振作用 就是那个山它会有什么气冲过来 那个弯口什么风过来 那它在这里产生的共振是什么作用 那个房子门口弄个尖尖的放在那里 你怎么过你的心里就会难受 因为堵在那里道路不畅通 它共振就受影响了 所以呢 世间为什么讲风水 讲算命不究竟呢 一不小心你会把它看成是定命论了 你把它看成定命了以后 你就是邪了 因为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佛法讲因果报应啊 你就明白了 就是时间和空间 你布局在这里 布置好了 极乐世界为什么是庄严的 华藏世界那重重无尽 它都那么规矩 极乐世界有七重蓝存 七重螺丸 七宝函数 那为什么是七的 这样一种布局 它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 最佳的共振状态 来共振状态 这里面呢 就我们看三四四三 三和四十三个和时间和空间 这种交织啊 这种直接来说就是七 所以我们打七啊 说实话也是打破时空 就把三个过去现在未来和空间的东南西美 给它破掉 你只有破掉了以后 世所的 有相 有违法的 一切共振 跟你有无关 它振不到你这里来 你只要一落入这个网 你就会被它牵制 它可能影响 目前影响不大 但是它这个影响很可能 新兴之活可以燎原 为什么有人念一句阿弥陀佛 等八万四千大劫以后 还要依此上根 而出家休闲正道 你只要有共振在那里 它共振的那个力量一直存在 除非你跳出这个共振的圈 跳出共振圈 那个信号收不到了 它打死你也没关系 因为你收不到这个信号 所以我们如果打破不了 时空的观念 你就会陷在时空当中 所以我们说 算命就是在时间的共振上 讲过去有命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那风水呢 就是在空间的 这个阶段里面 去找到那个共振的感觉 而时空呢 恰恰是我们的错觉 这是轮回的一个相撞 所以我们佛法 不主张以这个为业 如果你上面看风水为业 那就是外道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 跳出时空的这种束缚 所以诸位 如果你学佛 学了半天 还在那里讲气啊 讲这些东西 讲感觉 讲那个地方有什么气来了 那个地方有什么神了 你只要落入这个时间和空间 全是生灭法 要记住这一点 你又想讲法 你一落入生灭法 只能给众生增加生灭的执着 不能从根本上解除 解除烦恼痛苦 所以我们要认识生死的根源呢 一定要认识时间和空间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进行的那种演绎啊 它是一种非常密布的网络 简单看好像就是过去 现在未来嘛 东南西北 没什么了不起 而复杂的看 那就太多了 空间也同样 十方的空间 十方 还有十方 刚才我们从时间上 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是 这个120 如果从时间上看 你看 十方 每一个方 又具备 十二个 比如说 东方 它有东南西北 是不是 它有 过去现在未来 东南方 也有东南西北 也有过去现在未来 那么十方 都有十二 以空间作为坐标 有百二十 再延伸呢 就有千二百 所以 只要落在这个 时空的这个因缘法则里面呢 其实佛法讲这个因缘 两个字啊 实在是 太伟大 为什么说是伟大呢 就是你这个 共振的这个力量 它不是单独的 既然是共振 就不是单独的 它不但是 单独的 不但不是单独 而且呢 它又不能跟其他的混淆在一起 因就是因 果就是果 因果还要那么分明 既然是共振 那就是有你有我 是不是 如果只有我 那就不叫共振的 所以你又不能说它是单独的 也不能说它 既然是两个 既然是共振 那 因缘 何何 是一切万物 而生的过程呢 时空 却是我们的错觉 所以整个过程 它的背景 它的力量 原动力 是没有生命 人眼睛 想让我们明白的道理 就是你追寻 我们防恼的根源 追寻 追寻到这个 根上面的时候 你就发现了 我们所谓的生死 就是时间和空间 时间和空间的这种存在 什么力量 能够使这个时间和空间 那么有规律的存在呢 这就是我们的性 叫福性 福性没有任何形象 却能够使这些时间和空间 有条不紊 东方 就是东方 这是有条不紊的 不能改变的 你坐在那里 东南西北 就是东南西北 但是 东南西北 又可以是 不是东南西北 因为对东来说 你又跑到东的东面去 那个东就变成西了 它既是可以 有条不紊的界线 分开清楚楚 又可以互相的 调换 你看它是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仿佛呢 一般如果 被这个时空困住的人 就像 一个 蚊子 碰到这个蜘蛛网一样 被它粘住了以后 你就死定了 你只要不被它粘住 那你就没关系 你看那个蜘蛛网 有没有 支起来 就是时间和空间 它有精度和纬度的 它如果只是横条的 那它粘不住 为什么呢 横条的粘住 它只要一动 那个上下幅度 就会很大 是不是 它有纵向的 你幅度就不大了 所以我们如果 只知道有时间 没有空间 那你就不会有关了 其中有一样 你都不会烦恼 就是你站在这个时间上 空间没有 那就像你一个人 待在房间里 你想不起任何事情了 想不起事情了 就想不起跟你有针对的事情 那你说哪里有烦恼呢 你只停留在时间里面 没有空间 就像无忌 你填在那里 什么都没想 那 它烦恼生不起来 因为没有一个对比性 过去 这个没有一个对比 就是你我的 这种对比没有了 它烦恼没有了 那如果只有空间 而没有时间呢 虽然有你有我 但是你也停在那里 我也停在这里了 挺住了 它烦恼也不会起来 你不会看到一个人 在大街上跟你毫无关系 熟悉的人 看上去你就跑上去 打他两拳 你没有想起过去的一切 除非你看这个人 对我有仇 对吧 你就被他粘住了 所以时间和空间 随时是交纸的 交纸在一起 你只要粘上时间 你就逃避不了 空间对你的这种束缚 是那个蜘蛛丸 就是这样 它一定要重和横 如果只有横的话 那个神无论你拉多长 你从中国拉到美国 他粘上你一条 你往上跑 他的神也是往上拉 因为他没有横向的线 把你固定在那里 那你就自在了 那么修行世间的四场八定呢 就是这样 他只是万计其中的一样 四场八定呢 他一开始 修行方法的时候 要专注一心 专注一心 就不专注两个 就把空间停下来 观察自己的心 慢慢威胁威胁的心 来来去去他清楚 他没有是非 没有对比 所以他停在时间上面 空间不要了 当你真入定了以后呢 他一入定 哎呀 怎么半天都不知道 你看他是停在时间上 空间没关系 他停在那里 人来人往他也知道 那没关系了 所以他只停留在时空的某一个维度 或者某一个精度 停在那里 但他毕竟没有真正撤离时和空 不能真自在 蚊子如果张上那个蜘蛛网 他只有一条线的那个蜘蛛网 他张上去了 那个蜘蛛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一条线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可以上下的飞 可以上下的动 那就像那惨病的人一样 你只有彻底脱离了 你惨得真正的自在 你站住他呢 他还是对你有影响 你捆在那里 所以我执 是以时间和空间 作为根本 别这么站住 精度和维度 互相交直 所以我们看啊 在六根子 这个三流变三叠 则一十百千啊 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说实话呢 他在华人世界里面 可以衍生为 重重无尽的华人妙境 下面就告诉我们 世界的总数 世界虚妄的这些 各十百千的这些虚妄执着啊 就是这些虚妄点 交织的那个点 就是比如说 过去的现在 或者过去的东方 现在的东方和过去的东方 那个点 交织点 做下了什么东西 我们就会留下那些东西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所有夜洗啊 都不会 模糊掉 都不会混乱 如果你现在 你说我现在在这里 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做了两样事情 在一个时间里面 基本上时间上 你做了这个 它马上就过去了 所以时间上呢 就不给你 留这种重复的机会 重复的机会 没有的 你所有的行为啊 我们表面上说 哎呀 一天每天都在重复 其实你没有重复 因为你那个做的时候 都已经过去了 哪怕你打一个妄想 都没有重复 表面上看我们好像 比如说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你感觉好像就停留在一个时间里面 其实不是 那在入定的时候好像是 在定中啊 你没有没有感觉了 但实际上定中呢 它也有客观的时间在前流 也可以算出 你入定是八万大节呢 还是一天 还是一年 那它也同样可以 在时间上这样编制 那么在空间上呢 你今天在这里干了坏事 你在别的地方也干了坏事了 你两个坏事是两码事 不是一码事 这样一来啊 我们大家去观察自己的心 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啊 变成一个无限大的时空网 时空网络 然后你就可以闭上眼睛想 你哪一个念头 哪一个举动 是重复没有 是掩盖没有 都没有 你根本没有办法掩盖住 你的任何行为 你能掩盖吗 你说我现在 把过去的痛苦把它弥补起来 已经做错了 我现在好多行为 把它弥补起来 不可能 弥补不了 过去的已经早就过去了 那个时空网络非常管大 所以当你静下心来 观察到这个这个网络 就像电影的屏幕一样 你观察自己啊 那为什么在那个地狱 沿路完前面 那个叫什么夜镜啊 现前那个镜子啊 给你看 你看你干过什么坏事 你说我不是忏悔了吗 那忏悔有忏悔的那个镜头在哪里 你干过的那坏事啊 那是非常清楚的 在某个时空点 他一点一点都给你记住 他一点一点都给你记住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最能记住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自己 就我们生命本身 就有具备这样的一个 时间和空间的真相 所以诸位啊 起心动念 你说重要不重要 你如果不愿意让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的时空 留下很多肮脏的 让人丢脸的事情 那你现在就开始 就安住在这种 清静的状态里面 或者呢 你就去修不思 修慈戒 为众生磨福利 最起码 你到时候看起来 哪怕是一片空白 啥都不做 在那里睡大觉 那你看起来不会难过 是不是 那如果你看起来 那自己天天 讲得很好 天天在那里干坏事 是这个心理难受 所以菩萨怕因 防复怕果啊 菩萨他在做的时候 他已经看到 这个生命阶段 我做了哪件事情 他那个网络是非常清晰的 谁也隐瞒不了 这就是 无尽世界的 这虚妄的数目 这些数目 在我们主体的生命当中 他都经历我们的六根 所以六根 才是 刚才前面说的是什么 是生死的贼梅 这个贼啊 是六根做的梅 六根签的线 如果没有六根 那你 你的这个生死的网络 生命的网络里面 就不会留下 生命的痕迹 正因为我们 六根在这里作怪了 所以呢 留下这些痕迹 那么总括始终 就这个各式百签啊 总括始终 六根子中 各个功德 有千二百 这是总体的 告诉我们 在六根里面 每一个根 又有具备 千二百 啥意思啊 就是 在一个根 就有 他的时间 他的空间 无尽的时间 无尽的空间 那眼睛 眼根 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有过去 未来有未来 眼睛所对的一切万物 他的定位 有东南西北 有这十方 所以眼根 不能离开 三四十方 他都各被具备 但是他正在启用的时候 这六根子中 又有差别 他本身 是经历了 这些时间和空间的 时间和空间都经历的 但实际上呢 他能够启发出来 让我们现在能够起到 烦恼或者快乐作用的 六根各有差别 所以后面我们看 说 经历这六根的区别 如果从总格来说 总括 就总体来说 六根是平等的 没有一个有差别的 都具备 千二百的 这种 烦恼数 这幻想啊 虚妄的数 那下面呢 我们要分开 就是 六根的 性 根性 是 普遍 千二百世界 虚妄的世界 就我们 福建里面说 福建就在六根门头 放大光明 既然是福建 既然是放大光明 他就没有限制 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他一直都有一个 决心在这里 不会有任何限制的 这是他的总项 那么起用呢 就不一样了 就有限制了 所以 体性本源 用分优劣 这六根当中 六根的体性 都是一样的 就我们现在看 眼睛 只看前面 不看后面 耳朵 前后左右都能听 眼光四路 耳朵听八方 可是 大家看 我有没有能看的性能啊 你们也都会看吗 对吧 我会看的那个性能 跟会听的性能 是不是一样的 你会看的性能 不会说 我会看的性能 只在前面 不在后面 其实我们会看的性能 也在后面 只在后面 没显示出来 没有显示出来 如果你转过去 他就显示出来 但是转过去的时候 你还是有后面 还是没有显示出来 他是不显示 不当 后面不能显示 我们看左边的时候 我们右边就看不见 是不是 他只显示一方 不显示另一方 但你看到右边的时候 他也显示出来了 但是 这个性能 并没有动摇 不会说 我看东边的性能 跟看西边的性能 是两个 我会看 会看东边 也会看西边 那个会看的那个本事 那个性能 他没有改变 同样的 会看的性能没有改变 会听的性能 也没有改变 所以说性本圆融 这个根性 六根的这个性 本来是圆融的 起用就不一样了 用分优劣 一旦从用上说 我们就眼睛看东方 只看到东方在起用 而眼睛只看到前面 看不到后面 多就不一样了 多就可以在四周都可以起用 所有的声音 四周都能听 所以这样一来啊 他所启用的功德 就有差别 这是后面 我们从用上来看啊 用分优劣 大家看经文一百七十九页 倒数第四行 阿南 如赋语中 刻定优劣 如言 关键 后按 前方全民 后方全按 左右旁观 三分之二 统论所作 功德不全 三分言功 一分无德 当之 眼为八百功德 本来眼根 具备了三四十方的 这个千二百功德 但我们仿佛肉眼 他观察不了 如果是天眼 其实不但前面能看 我们后面也能看啊 所以在仿佛呢 在眼根 可以启用 但启用的范围少 你看到前面才能启用 后面你启用不了 为什么 这个一千二百 他只有八百呢 他说如眼 眼睛看见前面 后面是暗的 前面是明的 前面是全明 后面是全按 那么左右旁观呢 各三分之二 就是前后左右了 就东南西北 前后左右 四个正方 每一方是两百功德 那么四个 这是八百功德 还有四偶 四鱼或者 那个应该都鱼啊 四鱼 就方鱼啊 耳朵盘的那个 四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正方中间的四个角落 就东南西南 东北西北 这叫四鱼 前方 后方 左方 右方 那么前 有前左 有前右 后 有后左 有后右 左 有左前 左后 右呢 有右前 右后 这样加起来 就是四个角落 每一个是一百功德 这加起来啊 是一千二百功德 就是四周 每一个根 四周是 是这个 一千二百 那后方看破剑 后方二百没有了 前方呢 看了剑 前方二百都有 前方的 这个 前左 这个角度 前左就是左前呢 是一样的 那一百 前右 回右前这里 也是一百 那前面就四百 那么正左和正右 各两百 加起来四百 所以 我们眼睛只有八百功德 什么叫八百功德 这里面说的很清楚了 三分严功 一分无德 这个功 福经里面 有一个功案 说梁武帝 造势那么多 有没有功德 达摩祖师说 没有功德 后来 志工常识解释了 因为你只有福报 没有用功 那是求福 而不是用功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功德和福德 是有区别的 功德要在哪里做 功德一定是在你的六根门头做 你在眼睛对物的时候 对镜的时候 你有没有用功 在这个上面 有没有其中锻炼自己的作用 没有 有没有如法的去 按照佛法或者正面的行为 去观照 如果没有 那你不是在用功 你的根早就被成熟赚了 天天求佛 菩萨保佑我 赚钱 保佑我 贪贪无业 那你这个还是功吗 但可以 这个可以培养福报 这叫福德 培养福报也是一种德行 是不是 他能够把钱拿出来 修布施 能够很恭敬佛菩萨 对别人很好 这都是福德 怎么用功呢 在眼上面 你用功 只有前面的 看得见的地方 才可以用功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吧 只有看得见的时候 你在眼跟长才能用功 你一看不见就没办法用功 所以叫三分言功 一千二百 分开四分 就是一分 十三百 对吧 分开三分 如果分开三分的话呢 那就是两分 两分 十八百 一分是四百 三分言功 我们在前面 左边和右边 这三个位置上 我们可以用功 你眼睛对物的时候 怎么去对 你对物的时候 你是怎么生起来 生起这个 绝授 这个其实啊 是让我们先看到 眼睛的局限 眼睛所看的局限 后面说一分五德呢 这个德 是指展现 就德行 德向 德是内在的 但是为什么叫它有德 它显现出来 才叫有德 我会有德 你没什么 我会用 我会用 那个 我会用 这个 我的